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萌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讲一下 其实一般来说 一些叫做特大的极端天气事件 有人离世 或者是出什么大事 一些国家领导人元首 去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 那些人都是有怨气 但是 赞的也不少 有些就体谅 有些就是有怨气 但是好像这么激烈 而且是 皇上来的 国王都被人这样搞 其实都看来 怨气很大 就是西班牙国王 菲利比六世 就访问了华伦西亚地区 Balansia 亦遭到愤怒的民众 围着他 连扯他的衣服 亦都是扔 就是向他扔泥 不是扔石 扔泥 烂泥 烂泥 还有 手上陪他一起 都是难以幸免的 当这个 菲利比六世 和他的皇后 来替齐亚皇后 在华伦西亚一个城镇 波塔视察时 愤怒的民众冲了上来 他知道消息之后 立即冲上去 他就说 军出去 军出去 杀人犯 杀人犯 皇上可恥 国王可恥 执问 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措施 避免这个悲劇 而知道其实他也没权 其实这个国王 说真的 他老爸很恨人 他老爸就是 西班牙国民最恨的人 这么多的君主 因为 据称有很多情人 他好像是过万个情人 忘记了 没记错的话 他的儿子就好一点 他老爸就是卡路斯一世 他 这位 菲利比六世 本来也挺好 但后来也越来越差 原来除了现场的漫罵 也有人向国王的队伍 是订泥的 甚至一名女子就拿出了 什么 那些棍子 想着是向徐行人员动手 真的有动手 是的 因为现在 我们做节目那天 刚刚一百人来世 很不幸地现在两百多人来世 而且 还有大量的人失踪 失联 失踪失联 对此 其实那些保标就拿一些 好像19年 拿一些 遮瑕 帮他挡 但菲利比 陆世身上的衣服 其实也是 出现了很多污漬 很多泥巴 不过 你也不得 不是 赞 敬仰他的冷静 他是有和民众对话 尝试和民众对话 会不会不对话更好 对吗 你表现不了你关心他们 对 他身上真的有很多泥巴 他之前 应该心中也有一个遇上 会发生这些 不愉快事件 你看看国王建築一期 几多一点点时 那些泥是扔掉他 真的是中的 他真的是中的 他也 说真的 算是挺冷静的 这个菲利比六世 也是挺冷静的一个人 原来对于一个 长期小心翼翼 塑造君主形象的皇室 其实西班牙皇室还可以的 除了他父亲 我只是 这位菲利比六世 他父亲就很差 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 过去几天西班牙东南部 亦发生了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华伦西亚地区 八个小时 一日内就下了当地一年的雨量 亦是欧洲自从1970年代以来 最致命的大洪水 亦是西班牙几十年来 走最多人的一次是大洪水 其实 他们政府也看到最少是 211人离世 其中 华伦西亚地区 的人数走的就是最多208人 亦有大量民众失踪 所以这个数字向上升是不奇怪的 不过也有个好消息就是 有人在车里困了 三天都救回一位女子 而在 这个最劲的中心 为什么那里最惹人呢 因为 灾害中心就是刚才的国王去的那里 就是那个阵 叫做波塔 洪水迅速 整个阵 两个小时 已经是 整个阵都被掩盖了 那些走不掉的人 原来是两个小时后 才收到手机的短讯 叫他们走 哦 这样 但是说真的 国王没有实权 我觉得 当然 你是国家元首 我知 象征性的元首 有什么 在你身上 都是 逻辑上 都是没办法的 华伦西亚死得最多人 刚才说的波塔阵就是重灾 因为 他说两个小时后才收到警告短讯 令到 民众很生气 大家对于政府的 这个 随意态度 其实 亦是非常 顶不住 亦觉得支援不够 令到很愤怒 好像 媒体也访问了有位 华伦西亚的 是居民叫桓 即是 普通话叫胡安 广东话叫祖安 当然 说 现在他一夜之间 整个家没有 他就对着镜头痛哭 目前西班牙手上桑切斯 就增派一万名 军人和警察前往灾区救援 这个亦都是西班牙和平时的最大规模一次部署 不过他亦都说 政府确实对于 灾害应对和救援 那 他有样的好就是认衰仔这样东西就好些 就存在着 严重的问题亦都清楚 目前的应对措施还是不够 世界天气 当然 这是极端的天气 气候变化亦都导致西班牙这次出现特大暴雨的重要原因 对于极端降雨 特别是短时间内极大的抗水 例如如西班牙这次 事实非常大 清晰的物理性关系已经看到了 大家知道其实气温每升高一度 云层 就会形成 所以需要的水气就增加7% 由于石化燃料和人类的活动 全球气温是升了1.3度 所以我看到科学家的预计 跟现在的抗降水 每年都会增加10% 现在的民众就觉得本来 是不需要死那么多人 不好意思 刚才说211人 最新消息是214人 真的很不幸 当地民众开始 就对政府救援 遲緩是很生气的 有人就说政府 是没有及时发出警告 令到本来可以避开的 灾害 变成悲剧 很不幸地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亦证实 西班牙东南部的大洪水 导致两名中国公民 遇害 还有两人失联 当然这个 最劲是什么呢 最劲是黎石楼 因为 跟日本一样 你冲下来走不了 还有洪水太高 有些人不吃游泳 很多事故当中都有 有些人就说 糟糕的运气 但有人就觉得 极端天气事件 其实极端天气事件是更迟的 当然更多人指向 西班牙的政客为何这么煤 洪水是弱 才发出警告 看看这个 还有位 就是 这个人的名字 跟一位 智利历史上最伟大的 球星的名字一样 森莫兰奴 不是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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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森莫兰奴 当然 这些智利都是西班牙殖民 所以名字一样不出奇 森莫兰奴怎么说呢 这是 这个是 几件事 叠加效应造成的 他就说 当他离开家 前往华伦西亚 省 一个叫 蔡达伟 震事 就发现自己已经洪水之中 很明显 气候变化造成的災害 但是 如果政府早点发出警告 他就不会开车 那也是的 不少西班牙民众也都清楚 洪水是一场 严重而难以阻碍的事件 但是他们表示 政府本来可以 有更多措施 是防止洪水变得更 更致命的 所以记得之前 有些人就说 香港政府 为什么这么快 挂风球 有些就说迟 迟早 都是有人骂你 说真的 都是有人骂的 其实早是好一点的 因为估计程度深一点 是对的 因为如果 人命 是吧 所以西班牙气象局 之前亦都对于说 就快有风暴 但是负责 管理紧急情况的地方 政府 是很迟才发出短讯 好像一位 60岁的阿叔 他就叫做 Francisco 他就说 当大家收到警报短讯时 很迟了 那些水已经涨了 就是了 他就说 当时他走得快 其实他就是 那些水位 已经是慢过了头顶 他就是在 这个Chiwa的家里 幸好他是两层楼 但是都已经很害怕 你行动都要快 否则 如果来得很急 你走不及 是的 当地很多工厂 人们走不及 没有了 如果工厂关闭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世 唉 这个都没办法 真是 有早知道 没有刻意都是那一句 至于为什么 没有能够那么快 发出警报呢 华伦西亚当地政府的发言人就说 他就说 当时掌握的公共资讯 并没有表明天气会那么强破坏性 其实这些我觉得 什么地方都之后要学正 真是宁愿 说得严重 当然严重就说 没有那么严重 为什么不让我碰 你肯定遇到有人说你的 但是 对于人命来说 这些批评 我觉得也是杀杀杀杀杀杀 最重要是 你要说到 你说什么恰到好处很难的 极端天气事件 现在是难预料的 是吗 当然他说没有想到那么大的 当地政府说 没有想到那么有破坏力 当然 因为他有 没有想到SOP 未满足到SOP 他们就不能够发出警报 其实早几天之前 西班牙政府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条讯息 就警告大家 小心是大洪水 很多西班牙人对于这个解释 是不能够释怀的 因为那么多人离世 都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都是人命 好像华伦西亚一位居民 叫Isabel 他也说 这是一场疏忽 因为当地收到警报时 黎章河已经是 已经是冲破了街道 无能为力的 眼底下西班牙不死民众 前往灾区救护灾 这个是柏寿掌 即是团结 华伦西亚市中心的博物馆 其实很多战者 捐赴 还有最令人伤心是 那些消防局 其实现在等于是 脸房 因为这个医院也浸了 现在 刚刚他就过了全国哀悼日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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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